Hello,大家好,我是雲文子 今天和大家說說2018年奇門遁甲十二生肖的運程 淑陽的朋友未來迎破泰稅 可以說諸事不順 會出現一些搬弄是非的小人 千萬不要在公司裏面和他們正面交鋒 否則令到他們有機可乘 可以來一朝借地運 去外地旅遊特別是不便 就可以化解一下犯泰稅 亦都可以提升一下運勢 九年會出現一些假桃花 令到關係忽冷忽熱 千萬不要感情用事 因為迎破泰稅的關係 會有血光之災 所以應該暫停一切高危的活動 大家可以穿多些白色、紅色的衣服 或者配戴一些菱形的飾物 就可以增強自己的運勢 宿後的朋友 未來的運勢平平穩穩 雖然沒有什麼大的倒退 但仍然要面對很多掣肘 次方面會停留在一個瓶頸的位置 沒有什麼突破感 所以未來九年都是移手不移工 反而桃花運會慢慢增強 因為會接觸更多不同的異性 大家不要用第一眼的直覺 去判斷對方是否適合自己的對象 應該留意多一些和自己年齡差距比較大一點的異性 例如子弟戀 肺部也是偏弱 大家可以找一些中醫去調理一下身體 大家也可以穿多一些紅色、啡黃色的衣服 或者配戴一些波浪型的飾物 就可以增強整體的運勢 未來熟悉的朋友 害太歲是屬於是非之年 但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是非越旺、運勢越強 只要懂得去平衡自己的心態 所有風浪都不需要太擔心 至於公司裡面缺乏一些完善的制度 去推行一些新的政策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親力親為 但就是因為這樣 上司會特別去相信你、信任你 至於桃花運會越來越強 魅力逼人自自然會吸引到一些 懂得欣賞自己的對象 大家要留意 腰骨很容易扭傷 所以要注意助織 大家九年可以穿多一些綠色、啡黃色的衣服 或者配戴一些深型的飾物 就可以增強自己的運勢 再給大家